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于10月30日在好莱坞TCL中国大剧院进行隆重的首映礼 这是继成龙吴宇森 彭小刚等人之后的第7位在中国大剧院留下首映的华裔明星 和美国好莱坞文化演艺集团总师长陈赫霞等敬百余人 嘉宾们在发言中都一直认为 杨儿·车纳姆在TCL中国大剧院留下首映 是华人的骄傲 是中华少数民族的骄傲 是中国女性的骄傲 对于为理想而奋斗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我们一般人的一些有才艺的人 他们是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 但是他是把他的民族摸索族 把他推到了世界的前端 让世界都知道 现在整个世界还有一个女儿国这样一个走婚的民族 本次杨儿·车纳姆首映礼是中美文化交流基金会主办 美国好莱坞模拟影视集团 美国河南联合总商会 并有LTC中国剧院 孟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承办 我们讲好中国故事 做好乔兰纽带 那也通过这一次首映礼 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中国 了解我们中国 在新闻发布会即将结束时 杨儿·车纳姆还意外来到现场 除一一回答大家的提问外 还当众演唱一曲《淳朴的相应》 给与会者留下美好的印象 汉天卫视记者王冯明 路安基报道